好,下一個名詞 氧化劑還原劑 提供氧的叫氧化劑 讓別人氧化的叫做還原劑 提供氧化的叫氧化劑 它讓別人氧化了 有氧化就有還原 所以別人氧化劑怎麼樣? 還原 讓別人氧化的叫氧化劑 讓別人還原叫做還原劑 有氧化就有還原 讓別人還原自己就氧化 自己就氧化 所以氧化劑還原劑 來 鎂加二氧化碳產生氧化鎂 鎂加上碳 鎂得到氧 所以鎂發生什麼反應? 氧化 二氧化劑是什麼反應? 還原 然後呢 二氧化碳把氧給人家的 讓別人氧化 所以自己叫做氧化劑 本身發生還原 沒把別人氧搶過來了 別人還原了自己就氧化 所以它叫做還原劑 我剛剛都講過了 重點一 誰發生氧化 誰發生還原 重點二 誰是氧化劑 誰是還原劑 看一下 了解 感冒藥 是吃了治感冒 不是吃下去就感冒 所以氧化劑不是我氧化了 是什麼? 別人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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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是國中生可以用的想法 氧化劑是要讓別人氧化 所以我要有氧 把氧送給別人 所以氧化劑還原劑都是反應物 然後氧化就是有氧的 所以問你誰是氧化劑 有氧的叫做氧化劑 可是這句話只用在現在 我們講過以後得失電子 得失電子有沒有說一定要有氧 就不見得 因為目前叫做得氧 叫做氧化 施氧叫還原 所以目前可以這樣子判斷 氧化劑是有氧的 有氧的那種反應叫做氧化劑 OK 好 安定不安定 鎂加二氧化碳 產生氧化鎂跟碳 表示鎂的活性比碳來的大 所以把人家的氧給搶過來 然後呢 碳的活性比較小 抓拋住他的氧 就把氧送給別人 於是乎你就說你就知道 我活性大 搶人家的氧 讓別人還原自己氧化 所以我是好的還原劑 我活性小 我容易把氧送給人家 讓別人氧化自己還原 所以我是好的氧化劑 因此 因此 活性大的金屬 本身不安定 我喜歡抓氧 把氧搶過來 所以我發生反應 所以我不安定 可是我得到氧之後 就不容易作用 因為我不喜歡把氧送給人家 所以我氧化會安定 那活性小的元素 本身很安定 我不太會作用 我不喜歡跟別人在一起 跟氧在一起 所以我本身很安定 可是我氧化之後 你把氧像把氧送給人家 所以我的氧化物不安定 所以就是另外一種問題 問誰是好的氧化劑 誰是好的還原劑 問誰比較安定 誰比較不安定 就是我們要學習的重點 要了解 會判斷誰氧化誰還原 誰是氧化劑 誰還原劑 誰安定 誰不安定 誰是好的氧化劑 誰是好的還原劑 OK嗎 OK